7月16日广州最新的米其林指南发布 江晋升为广州唯一的二星餐厅 米其林评语说他无可挑剔的点心同样令人一世难忘 上次的早茶没喝爽 今天希望可以弥补一下 传统来讲叉烧包要开口笑 要漏肉 这儿口没开肚子倒是笑破了 叉烧包外皮太干了 入口也没有淀粉转化成胡桃糖过程那种愉悦感 更没有那种蓬松的质感 馅料再好都是回天法术 烧麦上面的圆被上菜的时候已经摇摇欲坠 而且这勾芡下手也太重了 圆被上面竟然像蒜蓉粉丝蒸扇贝一样放了蒜蓉 下手也很重 贼咸 里面虾肉汁干柴 猪肉倒还不错 这是个肉老师无法理解的干柴 放圆被可能是为了多卖钱 有老涛说 虾脚下面垫东西是对皮不自信的表现 这里皮没有做阴阳皮但压的确实薄 用黄瓜保护一下也无可厚非 咬下去汁水流出较多 皮的韧性稍微过了一点需要费点口舌 这一点略有别于传统但也算是一种风格 不管传统新派 虾脚的主角永远是虾的爽弹鲜 传统做法也放笋 但将笋钉这么大这么多 嘴里只有笋的口感完全强细 个人并不喜欢 酸辣滑鱼嘴没有酸味更没有辣味 用料应该就是花莲一类的鱼头 肉质细嫩无刺 不过有的部位还是难免有点腥味 下面的腐竹太糟糕了吧 泡发大有问题 不是这种级别的餐厅应该犯的错误 鉴于前面雷太多 金钱度能做到四平八稳 已经很让人欣慰了 不过嘛 下面的萝卜是没有任何味道的 一面本面无功无过 就是这个调味 叫它生抽拌面可能还差不多 这里点心价格相比于白天鹅 还是要清明一些的 618一味的茶味费 完全对应不到应该有的品质 说是成年老白茶 但是寡淡无味 跟喝水差不多 而且非常的色口 总的来说 姜的点心价格虽然清明 但是茶味费加服务费 已经占去了接近总费用的40% 性价比感觉也太低了 服务除了倒茶比较殷勤 就感受不到其他了 进门报名字和电话 资客找信息找了至少五分钟 而入座的时候餐厅也没有人帮肉老师搭一下 这种级别的餐厅倒是头一次见 环境上来说桌与桌之间的距离比较近 私密性较差 餐厅在三楼也没什么景观可看 人说亏一般可知全报 如果虾饺 干蒸 叉烧包都做成这样的水平 肉老师实在找不到理由再去试探其他的点心 记得这里是热心市民肉老师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点赞 收藏 评论 弹幕 以后有机会 肉老师再带大家去广州好喝的早茶吧